行车记录器拍下双载骑士停等红灯 后座女乘客不停跟男友撒娇抱抱 两人相当忘我 不料下一秒 骑士以丝一时冲动 吹了油门咔嚓咔嚓 瞬间百万照相机 记录两人的幸福时刻 这下真的尴尬了 施发在行北市三重 重新录三段上 双载骑侣旅的善恩爱 没注意到行人再过斑马线 交通后置还是红灯的情况下 不小心压到停止线 甜蜜合照就被国家机器拍下来 影片曝光网友纷纷留言 恭喜获得追焦照一张 妈妈教我不能输在起保点上 看你们这么幸福 拍张照帮你们记录一下 红灯不依标线 只是跨越停止线之违规行为 储九百元至一千八百元罚还 在大马路上真的别太冲动 恩爱时会吃上罚还 太生气也别忙着跳车 同样要被开罚 白车行驶到一半突然打双黄灯 后座男子禁开车门又跳车 还差点跌倒 车上疑似还传来小孩的哭喊声 后方骑士吓唤狂按喇叭 但男子不甩 接着又跑到前座拿包包 愤而大力甩门离去 夸张景象全被排下 事报在一号深夜十点多 台北市大同区民权西路上 穿西装的男子 不明原因和车上的人大吵后 做出危险举动 吉巴交捡据最高可开罚三万六千元 开车骑车在路上都应该要遵守规定 以免触发 接着叶伟林对身新北台北报道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在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附近 看到有民众竟然是骑着电动机车 在国道的马路上面 引起民众表示说 这是要补缴通行费了吗 可以看到这一名的骑士 在国道上面不断的是往前骑 啪啪造 戴的是红色的安全帽 穿的是红黑相间的夹克 一路在国道的路间摧油门 另外一只手则是放在膝盖上 还不断的是往下查看 而这段影片一贴出不久 立刻引发讨论 不小心骑上去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单手骑车 有人笑说 这个是青春不留白吗 但警方表示 一旦被查获可以罚三千到六千元 但是在台南市区的马路上 有行人走在斑马线上面 但是却遭到后方的车辆 直接撞过去 人撞到了前面的挡风玻璃 接着再摔到地上 驾驶似乎也很紧张 赶紧下车来查看 他疑似是被A住挡住的视线 才会撞上去 但也因此恐怕被被挨罚 不理当行人六千元 以上是来自台南现场情况主播 我是戴立冈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好的主播 车祸现场就位在 滨海公路台 二线54公里的洒坡路段 一辆自小客车是卡在了 忽兰外侧的斜坡草丛上 距离下方的汪洋大海 只有一步之遥场面相当惊险 但你听一段收到访问 开太快还是这样 你们就过弯的时候就失控 失控了 就打滑 根据了解车上三人 深夜时分是从桃园开车前 往新北市石门区买肉粽 疑似是因为不熟路况 加上车速太快路面打滑 支撑路边护栏 整辆车卡在边拨 而车上三人担心车辆滑动 就坐在车内等待救援 那后续由我们同仁 利用那个双阶梯 还有绳索来协助引导 索性三人顺利脱困 消防也火速将两名患者 送医救治 以上是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 直播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精彩表演为新竹市灯会揭开序幕 今年的主题是 2024Long Stay新竹过好年 三日盯量八米高的主灯福气龙好 请到国际登役大师黄文泉操刀 博德满堂彩 网路却传出经费不合理的言论 面对传言造谣 市府出面澄清 旧吧有所认为还包含了 这边我们有七个灯区 过往以外都是做一个静态的展示 那我们今年的话 特别把它做一个会旋转 市府延续新竹过好年的活动 今年2月适逢新竹公园樱花季 特地扩大灯区范围 除了新竹公园 还多了库城河延伸到战前广场 950万并不是单一个主灯的费用 而是整个元宵及赏映活动 2022年还有2023年 整体预算分别是870万跟830万 今年多了两个灯区的部分 费用跟过往差不多的 新竹市主灯8米 基座3米 基座还能转动 加上小提灯制作 及七色斧灯区规划 灯市跟范围都比前两年广 今年新竹市灯会跳脱传统灯节 整合为系列庆典 期望透过灯会艺术品展示 行销新竹市的文化及城市特色 记得 纵不倒